上期,日本队拿下双打2的比赛 幸存第一盘赢了首种 大家好,我是全书 首种在输了第一盘比赛之后 观众席上开始有些质疑的声音 也有人提到了首种是播客的职业陪练 难道教练有过来开到首种 跟以前的队友打确实比较为难 如果成为职业选手就会被经常拿来分析 首种明白教练想要表达什么 他拿起球拍继续上场 背影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第二盘比赛开打依然非常激烈 幸存一看到首种的手部动作 比平常销球的时候降低一点 就知道他要使出零式销球 幸存立马跑向往前 并打出了一记触地前的截击球 没多久幸存就拿下两局2比0 他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还成功破了首种的发球局 肾气楼之静的要诀已经掌握 能用来应对的选项也更加多样 随即幸存又下一局局势3比0 其表现引来了不少观众的喝彩 但不管情况如何 面对首种就是不能有丝毫松懈 清学的学弟们内心是五味杂陈 那个赞助商杰克蒙特在场边看得更是着急 要是输掉这场比赛 他说不定会打消赞助的想法 波克有提醒他不要再给选手压力了 更何况首种现在所表现出的 是自他来到德国之后最刚毅的表情 这里我们进入一段波克的回忆 大约在半年前 波克千里迢迢来到日本 为的是寻找他心中的灰姑娘 不过他当时没有在关东大赛上找到首种 这一切的起因是在三年前德国表演赛的时候 波克在球场上发现了一个圆形痕迹 那是首种施展首种领域时留下的 虽然这一次没能找到首种 但波克坚信 只要他还在打网球 而且变得很强的话 他们早晚都会相遇 接着时间来到一个半月前 在波克职业选手陪练员选拔会上 已经选出四名经验丰富且有成绩的老手 结束后波克偶然看到了那个圆形痕迹 打听了一下发现 那是一名来自亚洲的国中生 初选的时候就落选了 不过他还在大厅里没有走 听到这里波克立马跑了过去 两人见面第一次也蛮有意思的 首种简单介绍了自己 并说他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网球选手 因此他要超越波克 波克则回他impossible 然后就带着首种去跑步了 回到场上 首种的攻势依然伶俐 他清楚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以社长的身份 为了网球社和同伴的胜利而战 而此刻他给出的答案是 首种幻象 这一招会让对方所有的回球都出界 幸存则十分自信这一招没用 和首种领域一样 圣七楼之境也能封锁这一招 确实打回去的球并没有出界 打了几个来回都是一样的 几步最先发现其中关键 不知不觉间 首种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位置 那个熟悉的中心园又回来了 一首名为决定的歌曲 响彻了这几页分镜 置身于超越所有人的高处 以为自己做完该做的一切 直到面对自己未来描绘的景色 那些被遗忘的情感又开始隐隐作痛 本能刺痛内心不断呐喊着要变得更强 吃了雀跃的火焰 灼烧淬炼着心智 挑战只属于自己的梦想 就趁现在 无论迎来什么样的结局 都会奋战不屑直到永远 在心灵颤动的瞬间 只要一吸尚存 就将不断追寻 唯有诚心接纳才能创造命运 无论在何处都应全力以赴 握紧的双拳挥向天空 追逐的目标不会改变 没有一丝迷惘 既决定独行 必有绝不回头的觉悟 赤热飞舞而上的火焰 把此刻燃烧殆尽 只要心中拥有强烈追求的梦想 必定抵达终点 歌曲结束时 球又一次回到手中领域 这下大家终于确认 手中打出了一种 如果正常回球 就会被手中幻象弹出场外 而换手回击 则会被吸入手中领域 表里一体的复合式旋转球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手中就把手中领域 和手中幻象合而为一 打造出了至高的领域 终极手中领域 就这样他以6比3的局势 拿下第二盘 大使忍不住 发自内心的为手中喝彩 相信每位清学的社员 都和他有一样的感觉 这是远渡德国 立志成为职业选手的手中 所给出的答案 另外对于在德国 累积着大量训练的手中来说 施展终极手中领域 已经不会对手臂造成负担 随后决胜盘比赛开始 手中用连续零式发球强势拿下第一局 连南道尔教练都称赞 透过这场比赛 手中开始稳步踏上职业选手的阶梯 郭克则一如既往的冷静 比赛还没结束 幸存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 他一定会想出应对之策 事实也确实如此 幸存从未有放弃比赛或网球的想法 他已经对千元做出了承诺 一路走来伙伴们都非常支持 同时也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 虽然幸存回球失误局势0比4 但他的气魄丝毫未减 第五局的时候风向终于改变 吹向胜利者的风是温柔的 手中刚要回球球拍就脱手了 原来幸存并没有放弃剥夺无感 不过幸存马上用天力无缝取回 幸存帮他捡起球拍 两人继续对打 幸存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剥夺无感的机会 下一次剥夺的是视觉 幸存不断告诉自己 还有机会 还有很大机会 他却用灵感网球化解天力无缝 再找机会剥夺手中的无感 手中则立马再开天力无缝取回无感反击 两个人就这样来回拉扯 哪怕只有1%的希望 幸存也不会放弃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场比赛 幸存已经胜利 他将潮湿的导火线点燃了 不久之后 我们终于迎来了赛末点 两位国众生在世界杯上的激烈交锋 一路走来艰辛路程的两人 通过比赛引起了共鸣 同时彼此都深刻了解对方想赢的气魄 也明白胜者只有一个 只见幸存回了一记高球 手中跳起准备扣杀 可他一瞬间遇见了球眉过往的未来 于是便在空中弯腰改变了球路 幸存则立马前扑就球 这一球瞄准了手中的后场 他急忙赶过去回击 结果和刚才遇见的景象一样 球眉过往 40比40平 第五四 幸存已经猜到 手中刚才遇见球眉过往的景象 手中则非常清晰地表述 在第二盘第六局的0比30 第八局的40比15 还有第三盘第二局的0比15时 幸存就将同样的攻击模式随机分散开 慢慢尝试所有的攻略方式 这里不得不佩服手中的记忆专注 幸存此刻微笑地表示 他将夺取手中的未来 这句话让手中有些不大理解 他脑中又浮现了一些景象 自己以0式消球打到幸存的左边 然后被对方看穿回击了一个胯下得分 于是 手中转而将球打到右边 不过 遇见的未来并没有改变 一个来回过后 幸存还是穿当了手中 他终于拿回了一局 随后军导告知大家 幸存已经痊愈 他连手中的0式发球也回击了 面对和刚才同样的局面 手中又祭出了新的回击方式 不是扣杀 不是断球 他选择高调球 幸存回追时 巧妙地用身体把球挡住 那他到底会打左边还是右边 幸存直接来了一个胯下击球 手中被迫回了一个高调球 幸存再次用穿当球得分 局势2比5 手中所预见的未来还是没有改变 这就是被称为神之子的幸存 所能夺走对手未来的神奇囚风 从前幸存在参加神奈川青少年大赛 14岁以下男子组比赛时 被一个叫明智的达到局势0比4 一开始明智气焰嚣张 幸存则不紧不慢地微笑着 看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实际他当时是害怕得说不出话 明智不知为何产生了一些误解 他越打状态越差 频频出现失误 这一点让幸存萌生了 即使遇到再大的危机 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想法 并且要尽量露出微笑 危机时更要微笑 当无论遇到什么局面 幸存都能淡定回击时 对手的脑中就会出现 无论什么球都会被打回来的景象 渐渐的对手会感到害怕 身体出现不自然的反应 并逐渐走向自我毁灭 也就是所谓的陷入异谱状态 反之幸存却能毫不动摇地冷静分析局面 当时观众席上有人呢喃到神之子 回到现在 幸存再拿一局3比5 微笑的神之子 以奇迹的方式追赶比分 他第一次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兴奋 如果说这就是网球的乐趣 那还是只能通过胜利来证明 没多久 星村就追到了局势4比5 他还握拳发出了爽浪的咆哮给自己打气 这是大家从未见过的星村 难道奇迹又将再一次出现 休息时观众们为手种加油 艾尔摩也叫他不要输给日本人 此时 蓝道尔教练看着手种 他清楚手种在日本时都以团队为优先 来德国立志成为职业选手之后 重新审视及面对了自己的求疯 在和波克等现役职业选手的练习中 短时间内拥有了职业选手的自觉 但实际情况并不会那么单纯 教练是想表达 一旦成为职业选手 要背负更多的责任和重担 为了国家 为了赞助商 以及广大粉丝的期待 波克则提醒教练 手种其实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他想用连续的胜利来回报大家的声援 手种也向教练传达 自己要去改写未来 那一刻教练为手种能来德国而感到自豪 休息结束 两位国中生继续上场比赛 打到现在 比赛的结果也许只有神知道 局面又一次和之前一样 只不过手种选择用触身球回击 幸存认为为了胜利 善良的手种做出了 正确且无情的选择 而这个未来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他没想到手种回的是悬球 还是那么善良 幸存果断上前一步勉强回击 这一球触网到达对方场内 日本队又拿一局5比5 他确实没想到手种可以改变未来 对他们两个来说 比赛是越来越有意思 此时龙马跳进场内坐在场椅上观战 这是他对手种无声的支援 手种这边也感受到了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在网球的世界生存下去 只要还在这条路上 他就不会落败 说完手种发球直接得分 他用强劲的攻势改写了未来 局势6比5 手种再次领先 幸存这边没有丝毫的沮丧和腿势 他只想到幸好一路走来没放弃 下一局比赛随即开始 两人的回击速度都非常快 而且专注力相当惊人 首先揭发球的手种 为了不让对手顺势进攻 选择以后场高调球回击 而原本能使用肾气楼之境的幸存 因为发现球带着B向自己的回击 当下判断左手杀球可能触网 所以敢用右手打出高难度的反手高空截击 只可惜这个回击已被手种看穿 0比15 没多久又轮到手种顶住幸存的攻势 在关键的一球中 幸存认为手种肯定会打出零式消球 结果手种回了一季后场高调 他此刻应该能看到自己 身为网球选手光明的未来 回击的幸存不想输掉这场比赛 但那个高调的下旋球并没有弹起 最终手种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幸存向手种传达了大家的支持 他也将会去改写自己的未来 目前德国以2比1的盘数暂时领先 第4场比赛将在30分钟后开始 观众们也能趁机放松一下 大使为自己替手种加油跟幸存抱歉 幸存才不会认为这有什么 这时奥利弗来找龙马 美国队和龙牙那边出了情况 众人这才得知龙牙去了西班牙队 平等院还说龙牙的网球非常危险 他的网球会摧毁整支球队 平等院教龙马自己去确认 龙马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 莱因哈特被同一球路得分两次 这并不符合他的能力 准确来说他已经无法使用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已经被龙牙吞噬 月前龙牙从龙马退出日本队之后 就带着龙马奔向美国队 现在不知为何加入西班牙队 平等院是在澳门与龙牙相遇 为了去日本找自己的弟弟 龙牙当面吞噬了排名第四的误故的能力 虽然平等院将龙牙带回日本 但他有再三叮嘱高中生们 不想失去自己的网球就不要和龙牙队打 平等院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能力差点就被吞噬 那一晚龙牙回击了毁灭光机球 为了保住自己的能力 平等院单手接下那一球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对待回龙牙感到后悔 不过也因为未知的可能性感到欣喜 龙牙会自然剥夺对手的能力 被剥夺之后对手莫名无法使用那个能力 如果有这样的人在队里 有可能会成为毁灭球队的导火线 讲到这里龙牙又拿一局5比4西班牙领先 莱因哈特此时在想一件事情 龙牙是不是不希望摧毁美国队才离开的 他还为此感谢了龙牙 龙牙则以笑声回应 他脱下帽兜明确要做个了结 只见莱因哈特的网球变得越来越弱 看到曾为自己指点迷惊的美国队长变成这个样子 龙牙很想为他加油 可惜话说一半西班牙队就赢了 美国队队员无不通失这场比赛 赛后龙牙指明要打败自己的哥哥 那样的打法太卑鄙了 龙牙提醒他小心会失去网球 他再一次没有正面回应龙牙 反而是队长梅达诺雷出来叫龙牙陪他一战 不过要等到日本队打赢德国队之后 随后龙牙向平等院汇报情况 并向他拜托了一件事情 顺带提 月前南次昂已经出发前往澳洲 他现在还不想让龙牙和龙牙比赛 小时后他要龙牙保证 在龙牙没有成为独当一面的选手时 绝对不能和龙牙认真比赛 好了 我是全书 感谢收看 下期日德第四场比赛开始 我们下期见